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人们对于大海总是无比向往 正是因为当下紧张而又焦虑的生活状态 导致人人都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 海水是咸的 是和天空一样湛蓝而又深远的 正常情况下 一片海域的颜色大体相同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海水的清澈程度也大多一致 但是海水的清澈程度也大多一致 但是在世界上却有这样一片神奇的海域 堪称世界的海洋奇观 同一片海域的海水颜色却大相径庭 并且它们时时刻刻紧密相连 但遗憾的是最终却无法融合 这道神秘的风景线 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界处 虽然这两大洋的交界处位于同一片海域 但是两片海水的颜色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片海水一半蔚蓝色一半是浅绿色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之所以能够呈现出这样的奇特景象 是人们建造堤坝隔开的 然而这其实这是大自然的恢复神功 对于这一现象专家们就做出了解释 专家表示是因为两大洋的密度不同 才得以呈现这一奇观 但是有的人却和专家们有着不同的想法 他们认为这两大洋的风速和风向是不同的 因此就使得两片海水往不同的方向漂流 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更有一些人觉得与风向和密度都无关 是因为两片海水所含的颜量不等 湛蓝的那片海水偏高 而浅绿色的海水偏低 因此这两片海水不仅颜色不同 而且还不会相聚在一起 而有一些人他们的想法就比较浪漫了 他们觉得这两片不同颜色的海水 就好像是一对情侣 从不相识到相遇再到相知 总有一天他们会融合在一起 而这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觉得这两片海水所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